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看 如何在乘数式现在时中变位 首先是 请注意其中三处的发音 第三人称单数的 发音是半开音的 请不要与不带中音符号的连接词 混淆 另外第三人称附数的 带笔音 再看 这边位 请注意其中几个发音要点 此手非重度的 E均发 I 例如 第一人称单数 其中的 O 白音与 So 一样均为半鼻音的 O 第三人称附数 代鼻音 Ser和Istat的变味都是不规则的 需要特别记忆 如何使用Ser和Istat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简单来说 Ser用于描述性格 外貌特征 身份 如国籍 名字 职业等 以及较为固定的位置 Istat用于描述 暂时的状态或不固定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Gamões e Portugish 贾梅士是葡萄牙人 贾梅士是被公认为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 因文学上的成就而被誉为葡萄牙国父 在这个句子中 细动词er是Ser的第三人称单数 表示身份和国籍 下一个例子 Nos istamsbein 我们很好 动词istams是Istat的第一人称负数 Bein是负词表示好 这里 Istat表示状态 请试想 当我们说我们很好时 指的是当下的状态 是暂时可变的 因此不能用Ser 比较一组句子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 他很有善 形容词sympathico 友善地在这里做表语 这是一种性格特征 所以我们用Ser 第二句话的意思是 他很开心 形容词 gondent 开心地在这里做表语 无论开心还是悲伤 都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因此我们用Istat 而不能用Ser 下一个例子稍长一些 我来自葡萄牙 目前在中国 这是一个并列句 由两个简单句组成 第一个简单句是 第二个简单句是 两个简单句之间 用连接词 在翻译成中文时 I不需要译出 先看一个简单句 我来自葡萄牙 d是前置词 也就是借词 这里表示 来自来源 来自葡萄牙 是一种国籍身份 因此用Ser 再看第二个简单句 我目前在中国 Agora是时间副词 意思是现在 那是前置词 en 和定贯词 的缩合 en表示在 目前无论身处 何方都是一种 暂时不固定的方位 因此用Istat Juan在教室 Sala di aula 是教室的意思 和上一个例子 类似 身处何处 都是暂时的方位 因此用Istat A Universidad 自静南 et Encantan 静南大学 位于广州 这也是一种方位 但是 和上一个例子不同 大学 是固定的场所 无法像人一样 随意移动位置 因此 不能用Istat 而用Ser 当然 这句话 我们也可以使用 西动词Vigar A Universidad 自静南 Vigar en Cantan 因为 Figar 也表示 较为固定的位置 同理 当我们表示 医院 邮局 酒店 咖啡厅 甚至一个城市的位置时 应该用Ser 或者Figar 不可以用Istat 例如 Gandan E na China 或 Gandan Figar na China 广州位于中国 最后再来比较一组句子 A Maria E bunida A Maria Istat bunida Bunida 是形容词 意思是漂亮的 是阴性 单数形式 这两个句子中 第一个用Ser 第二个用Istat 两个句子都是正确的 但意思上 有区别 第一个 A Maria E bunida 意思是 Maria 本来就很漂亮 天生丽质 第二个句子 A Maria E bunida 意思是 Maria 目前看起来 挺漂亮的 我们可以猜测 也许是她今天化了妆 或者穿了新衣服 用Istat 表示一种 暂时 可变的状态 强调一下 细动词Ser 和Istat 在使用上 有很大区别 Ser 用于描述性格 外貌特征 身份等 Istat 用于描述 暂时的状态 或不固定的位置 Ser 还可以表示 建筑 城市 物体等固定的位置 往往可以用 Figure 替换 Ser 和Istat 都属于不规则动词 变味 没有规律 但是 普语中 大部分的词 都是规则动词 普语的动词 不定式 也就是动词原型 有四种结尾的形式 Ad Ad Ir Or 例如 Falar 说 是 Ad 结尾的 Iskrever 写 是 Ad 结尾的 Partir 出发 是 Ir 结尾的 Pot 放置 是 Or 结尾的 每一种结尾形式 都有一套 自己的变味规则 我们先来学习Ad 结尾的 规则动词 是如何变味的 规则动词变味的原则是 词根不变 词尾变 例如 Falar 词根是 Far 词尾是 Ad 变味时 依次将Ad 变为 O A S A A M S Am 词根保持不变 El Falu Tú falas Você Ele Ela Fala Nós Falamos Vocês Eles Elas Fala Zai Ju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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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ara Cang G Yes Qui Za Dong C Eu Canto Tú Cantas Você Ele Ela Canta Nós Cantamos Vocês Eles Elas Canta Y Sudara 学习是规则动词 Elu Elu Estudu Tú Estudas Você Ela Ela Estuda Nós Estudamos Vocês Eles Elas Estudam 请大家留意不同人称对应动词的重音位置 Estudu Estudas Estudam Estudam 重音都在 Do 而第一人称负数 Estudamus 重音位置在 Da 总之 只要记住了规律 就能很快掌握规则动词的变位 本次课程结束 Estudam Estudam Estudam